嗨 大家好 我是甜茶 我現在在桃園機場第一行下 我終於要去京都交換留學了 喔 掰掰 掰掰 剛過完安檢 然後要去登機門的路上 好緊張 不好意思 找不到全身近 暫時先用這個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機場OOGD 最主要的一個要點呢 就是第一 身上一定要穿我這次帶的衣服裡面 最後的那件 我把最後的外套穿在身上 而且重點是這件外套呢 有口袋 方便吧 然後呢 第二個重點就是 褲子或是裙子不能有皮帶 之前去日本的影片已經卸身體驗了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選了一條 很方便的連身裙 而且重點是 這件連身裙呢 又有口袋 我就是這麼喜歡口袋 搭飛機一定要有口袋 再來呢 就是 我又帶了這個 路程顛簸的過程中呢 一定要有這個髮圈 所以呢 就是這樣帶在身上 然後呢 超好笑 這樣怎麼拍啊 不可笑的就是 布鞋 這就是輕便的鞋子就可以了 然後身上就是兩個隨身行李 雲拿一口兒 翻譯 說什麼 沒有 我把這些域列車走掉 衣服的部阻止 在面前的座席 還是上面的座席 我只是打算 其他部阻止 下的車子 將次都在向左面 和我 在備用街頭 Twitter, you have personal hobbies with you now, such as move and move, earphone, transport, and flying with feet to take. From the second half, I'm going to take the JRC to take the bus. This is the bus, so I'm going to take the bus. I still don't know how to turn the bus. So I'm going to take the other side of the bus. I'm going to take the bus to the airport. I'm going to take the bus to the airport and pull it in the plane. I've been going to take the bus to the airport, and I'm going to take the bus. I don't even have to step to brake properly. Only if I take the bus and get to the tour, I take the bus and go to the airport's airport. I didn't have to go to the airport until I first. I'm not going to take the bus to the airport. I'm going now to be heading into JRC to Disney Island, 因為我沒有事先在網路上買票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現場買 那我是絕對建議大家事先在網路上買好票的 因為它現在有機台可以直接用QR Code去換票 可能有一點點不是很清楚 但就是這個JR不上 天啊 排隊排超久 差點買不到這一班 還好還好 46分的車 我40分現在在這裡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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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和7 各的客戶無線留置 看到那個刷卡機太開心 都刷進來 結果發現他的手補提示下往上的 沒有上往下的 所以我只好憑一擠之力 可以繼續搬 經過一番波折之後 我現在要前往我的飯店了 現在是日本的9點35分左右 除了一個閃閃發光的二條層以外 沒有任何人 我還沒有辦法去我的租屋處 是因為他的合約是4月1號才能開始入住 但是我的學校在3月底 就一開始有一些新生的活動必須要參加 所以我不得不提早來日本 然後這一段空檔時間呢 就要前往飯店 雖然說是飯店 但是呢 我是在booking.com上面找到的 然後他在網路上沒有半點評價 因為我的天數比較多 然後又需要省錢 所以我就還是訂下去了 查了一下它應該是一個 像sharehouse的地方 然後它同時也有開放給外國人住 但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booking上面一點評價也沒有 所以我現在還蠻擔心的 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就是狀況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就是徒步前往 下飛機到現在 我在日本感受到的 此時此刻的氣溫呢 我只能說 哇塞 欸真冷 很難想像 昨天的我在台北 就是面臨了30度的高溫 結果今天晚上9點半 走在7度的京都街頭 然後十分的冷清 我終於進來這間房間了 剛剛真的是發生太多狀況了 我現在一身之間 還沒有辦法好好消化我的所有情緒 但是可以記錄一下 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就是呢 就如剛剛的畫面一樣 我來的時候呢 這一間飯店呢 它是全黑的 連大門都是黑的 我就先打開它的大門 我在booking打開的上面 訂這一間房間的 然後飯店的方呢 只有在行錢寄給我一個 英文的住處規則 那上面就只有寫 這一間飯店的大門的密碼索 是多少而已 它沒有寫我的房號 也沒有跟我說我的鑰匙在哪 它有說 晚上9點之後 他們就會下班 就不會有人在 所以我要自己check in 好 因為我的飛機 本來就是比較晚一點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算過 就是等通關啊 然後還要搭HARUKA到京都的時間 一定會超過9點 我也有透過booking 寫email去聯絡住宿房說 我可能會晚到 你能不能跟我講我的房號 然後他們也沒有回 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就先到現場 搞不好它會在櫃檯上留紙條之類的 結果我剛剛一進來呢 就是黑到不行的住家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sharehouse 裡面的一間房間租出來給外國人住 所以它就很像我闖到了某個日本同學家 就是玄關 有一些別人的鞋子 然後一些什麼小雜物之類的 走廊沒有任何燈 樓梯間也沒有燈 超級會黑暗 完全不知道我現在在幹嘛 也不知道我人在哪 我第一時間呢 有先打電話 從booking.com上面留下來的聯絡電話 直接用我的手機打 但是呢 那個電話傳過來是說 是空號 或者說沒有打通 我有忘記那個說法 反正就是聯絡不到 我真的就是萬念俱灰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只好先打電話問家人說 請問我該怎麼辦 我媽就一邊幫我聯絡booking那邊的客服 我呢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無計可失了 我就去敲一樓的房客的門 整個房子是黑的沒有錯 可是我在這個房子裡面卻聽得到 就是有一些人稀稀疏疏的聲音 就更可怕了 完全不知道那扇門後面是什麼樣的人 但是我無計可失了 就算那個人就是 想要 想要對我怎麼樣 我也沒辦法了 我的命 我只能接受這個命運了 我就敲了他的門 拉胎房門之後 他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日本人 我就跟他說我的狀況 他其實是大感冒 他一直醒鼻涕一直咳嗽 就看起來很嚴重的樣子 可是他聽到我的狀況之後 然後就很熱心的 一直幫我先聯絡飯店的老闆 一直就打LINE啊 然後傳訊息啊 狂傳 然後就問我說 我有沒有收到什麼資訊呢 因為他只是一般的房客 他好像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仇突莫展之時呢 我台灣的家人呢 人幫我聯絡到了 booking的客服 然後booking的客服 又也幫我聯絡到飯店的老闆 所以呢 這故事就是非常複雜 我跟日本人在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遠在台灣的家人們 跟booking的客服 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呢 booking的客服呢 先聯絡到 飯店的老闆這一方 飯店的老闆呢 又再打LINE給那位日本人 那一位日本人呢 他在轉告我 說我的房間在這裡 在這裡 而且呢 飯店的老闆在電話裡面說 我的鑰匙應該會在房間的桌上 但是呢 我進來之後發現我的鑰匙 沒有在房間的桌上 在哪裡 不知道 那個日本人就說 是不是沒有在桌上 然後我就說 嗯 好像是的 太尷尬了 已經晚上10點多 快11點了 然後還重感冒 然後還幫我問那麼多事情 我真的 感謝上艙 我真的感謝上艙 我都啊 我到現在都還無法平復 經歷了大翻波折之後 現在我終於 住住到了 我這六天要住的房間 謝謝我台灣的家人 謝謝 booking.com客服 謝謝 你一位非常非常非常熱心的日本人 然後 飯店方就是 我會好好的寫評論 沒有 我可以讓我來認識給他 我先看到 你的家人 我記得 你等到哪兒 我可以說 對 你 托人 好 我 在家中